我跟我妈的谈话方式是 第一个吵架的方式 我跟谁都客气 我跟她不能好好说话 我们家就剩我们俩了 她七十九 我四十九 将来她要跟我一起生活 我们俩这么吵不情 你试图接她来跟你一起生活吗 对 我俩在一起没法住 怎么没法 住两天就吵 因为她千万万要管我 她会站着看 哎呀 你这屋 就说你那灰该擦了吧 我说你管着吗 我为什么不能让她管 我说好吧 她会擦吧 我说你这头发该理了吧 她开始蹬鼻子上脸 你说你这屋该开了窗户了吧 但她说我其实对你还算好 对我哥更不好 就是偏向于我实际上 但是我并不领情 我觉得你俩小孩 你偏向于我干嘛 你应该一视同仁嘛 你偏向我 我哥偷偷给了我一嘴 他当然不满意了 你在里头搞差 俩孩子你还搞差别 我一点不领情这事 谁有纸啊 给我这纸 一向完事不公的王硕 在一档心理访谈节目中 罕见落泪 他在书中写道 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 小的时候是怕他们 大一点开始烦他们 后来是针尖对卖忙 见面就吵 再后来 是瞧不上他们 躲着他们 一方面觉得 对他们要有责任 对他们好一点 但是就是做不出来 装都装不出来 再后来 不知道为什么 一想起他们 心里就特别难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